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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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次这部影片跟大家讲 立陶苑的问题 你会说立陶苑在哪里? 在这里 立陶苑 在白俄罗斯的旁边 这个国家其实真的很奇怪 去挑衅俄罗斯 又挑衅中国 搞出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最近已经传出了 整个白俄罗斯国家的政权 实际上是不稳 因为中国和俄罗斯 向他有一个反击 因为他不断挑衅 但是暂时 立陶苑的祖国危机 被立陶苑的总理杀停了 我们不会总辞 我们不会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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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立陶苑来说 可以引发 就是 其实现在整个欧洲 基本上 就是 对立陶苑好像没有任何影响力 立陶苑去搞事 他就禁不住立陶苑 对不对 那接着 立陶苑现在出事 叫你欧盟帮拖 中国也不管你欧盟 欧盟好像一堆烂肉 但是现在你看到的形势就是 喂 美国好像想出手 想打击欧盟 因为美国每一次 搞美元的 贬值也好 升值也好 搞美元的 强与弱 都是要找人 拖 我们预计就是拖不了大陆 拖不了俄罗斯 将会向你欧盟出手 你欧盟那么差 那么废话 那怎么去面对呢 我们先入正题 请大家订阅何志光有首必记的频道 分享留言 赞好 和按铃铃的 请你们每天的12点和8点 看看有什么片出 OK 好 那我们先入正题 那我们先说一下立陶宛这件事 那立陶宛这件事 就很简单 立陶宛这个国家 是一个苏联的前家民共和国 1990年已经在搞独立了 苏联瓦解在1991年 即是说瓦解之前的第一年 一年多前 立陶宛就已经向苏联拖出第一九石头 那苏联呢 因为呢 就放任立陶宛 搞独立 搞分离主义 那苏联呢 亦都产生骨牌后应 整个瓦解了 1991年 10月25日 那么 那罪魁禍首 可以是说立陶宛了 那其实这个历史 历史当然就是会说 告诉你 如果中国是容许 立陶宛的挑衅 因为立陶宛呢 为了讨好美国 就让到台湾 这个魏政府啊 这个地区里面的叛乱政权呢 就可以在驻立陶宛呢 搞台湾的办事处 因为呢 其实台湾呢 地区呢 台湾地区呢 其实就在不同个国家都有搞一些办事处 那个叫做台北 贸易办事处 那你为了搞贸易而已 是不是 他不是一个 国家 但是他只是一个地区 都可以搞贸易的嘛 香港不是一个国家 但是香港可能住外 都会有一些办事处 就与政治无关 纯搞贸易 是不是 所以你搞一个台北贸易办事处呢 大陆是有利了 是不是 真的很务实的 中国现在未统一你台湾 但是你台湾 要搞一些贸易办事处 非政治性的 都给一些盟友啊 有个 有个 就是给不同的 就是有外交关系的国家 就是有一些走盏位啦 就是这样啦 但是现在问题就是 立陶宛公然 将这些台北办事处 改造台湾办事处 一字之差 但是就变了有政治含义 就是 开始 代表台湾 现在立陶宛就搞 一中一台啊 或者两个中国这些行为 就是说 我台湾现在我当你是一个国家啦 如果中国容忍立陶宛这样做 那将来很多西方的国家呢 是骨牌后认识 就是 一起都承认台湾是个独立国家啦 这样 这个呢 严重侵犯中国的主权啦 所以中国呢 就做了一个很 猛力的抽击 因为中国和立陶宛呢 其实原本的贸易价很少的 几亿美元左右啦 那本来呢 立陶宛就说 你中国呢 你最多就不和你做生意啦 都是几亿货仔而已 是吧 但是呢 现在中国呢 有一个很严厉的抽击 就是逼着那些 跨国公司啊 就是你这些跨国公司呢 你不可以用任何的立陶宛的零件 就是说你欧洲制造了一个制成品 譬如说一架车 那一架车里面 可以数以十万计的零件 是吧 但是你这数以十万计的零件里面 一架车 你不可以有一粒螺丝是立陶宛造 如果有的话 就不准呢 是 是 卖去中国那边 这件事呢 当然就是 产生的效应是很 很厉害的 那立陶宛其实呢 它 直接的制成品 卖去中国 真的不多 几亿货仔 但是有一些零件 在立陶宛做的话呢 那现在的供应链 那些的生产线呢 可能就现在呢 开始那些跨国公司 比如B&W啊 什么Volkswagen啊 Benz啊 这些啊 或者是各行各业的大企业呢 就会由立陶宛搬出 那这件事呢 对立陶宛的经济呢 产生了一个 猛烈的影响 那另一边呢 美国 现在立陶宛做这么多 衰格的事情 都是为了你美国的嘛 那因为呢 其实立陶宛呢 就想呢 立陶宛这个国家呢 因为其实 他是一个独 其实过去那百多二百年呢 他独立的时间真的不是很多 他作为呢 俄罗斯帝国或者是苏联的一部分呢 占他的历史大部分的时间 所以呢 他一直呢 都对呢 俄罗斯呢 有一个恐惧症的 但是他选择的方法呢 就是 呃 为了讨好美国 他就是没有底线的挑衅 一个俄罗斯和中国的 那 他是直接做到很离谱啊 那所以呢 现在呢 他就很想 叫美军呢 就继续进驻立陶宛 就让你呢 俄罗斯不敢打他 那样 这个呢 就是想进一步增加自己的安全感 那样 但是美国呢 其实一直都没有答应他呢 派军队进驻立陶宛的 因为呢 其实 讲真一句呢 这个国家实力太过散弱了 如果白了一声呢 有一天 那 现在俄伯呢 是建立了一个俄伯联盟国家的 就是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呢 已经建立了一个叫俄伯联盟国啊 有个这样的维基条目 如果呢 如果呢 呃 三个国家或者立陶宛玩了完的话呢 那 那就 就 呃 俄罗斯呢 这个呢 就变成了不是非典 了 所以呢 其实呢 形势上就是这样 所以呢 所以呢 立陶宛呢 一直呢 为了 乃美国佬呢 就真的没有任何底线 但是事实上他这样做呢 现在收到一个这么差的结果啦 当然中国对他的反凌厉 而且俄罗斯也将会呢 断掉他的天然气 而德国呢 见到立陶宛这么麻烦呢 就是管内有些中欧列车由中国呢 经莫斯福啊 又白俄罗斯啊 直入这个的德国的 那现在呢 那些的中欧列车呢 全部都避开你立陶宛了 那呢 但是你追本易元去问 喂 为什么 作为一个 立陶宛是一个 使用欧元的 欧元区的国家 为什么欧盟 不可以叫停立陶宛 不要在这里搞事呢 喂 你这个国家这么小 你可以不出声的嘛 是不是啊 你不出声就没有人 说你啥的嘛 你不搞事的话 就没有制裁啦 是不是啊 其实现在呢 白俄罗斯呢 就有一家叫甲肥的公司了 那家白肥的公司呢 其实呢 都会经立陶宛呢 做一些的出口的 那家的甲肥的公司呢 所以呢 就是 Россия 整个第一家的小数 都会做一些 现在美国呢 因为制裁白俄罗斯 它好吱咱们 说它吗 有什么不存在 那 hardest 那些甲肥厂呢 就是 这样你呢 这有你 proceeds 呢 还有 vraiment 有很大的效應 裡面的人民就在埋怨 俄羅斯就搞你立陶宛 天然氣都貴了 現在又沒有轉口生意 我就失業了 中國又在叫大公司全部都要撤離立陶宛 現在立陶宛四面坐過 但是 為什麼當初歐盟 不可以叫停 立陶宛不要搞事 現在立陶宛出了事 又叫歐盟幫他求情 或者向大陸施壓 大陸就直接不理你歐盟 故事就是這樣 歐盟的重心 德國發覺 好像現在整個歐盟一團散沙 下面的國家各有各 尤其是那些 美國叫做新歐洲的國家 很多都是不聽你德國 或者整個歐盟的指示 就是大家各有各搞的 譬如說 舉例 匈牙利長期比較親中 所以歐盟有很多想跟美國佬 去玩嘴炮的事情 匈牙利經常都會投放缺權 白俄羅斯 或者是一些包國家 譬如說 瑞典還在歐盟裡面 瑞典丹麥是很親美的 這些經常都可能跟著美國佬 要搞一些事情 整理中國的 譬如說 舉例 疫情很厲害的時候 丹麥在中國的國旗裡面 五顆星 放了五顆病毒 所以其實現在 很多歐洲國家 好像是不團結的 就不會理歐盟自己的了 好像各有各自己這樣做 但是問題 我上個星期也跟大家說 其實現在歐洲是隨時爆發危機的 我們之前的財經揭露都這麼說 喂 如果 烏克蘭和俄羅斯真的爆發戰爭 會不會產生一系列的混亂 接著在歐洲境內爆發呢 當年在1999年 在南斯拉夫 美國在塞爾維亞裡面 狂軍濫炸了很多天 經歷過這個過程裡面 令到歐元 直接是 跌了20%多 那麼 打這個 科塑戰爭 其實令到新的歐元 都直接打走價值 令到美國撕了大駭馬威 那本來有些資金 本來就說不如去投資中國吧 所以 美國就刻意 軍炸 1999年的時候 軍炸 中國的 駐 南斯拉夫的大使館 當時 所以中國也死了人 因為 歐洲不行 錢不一定要回美國 可以去中國 現在美國就說 連你中國大使館都炸 炸完 你都不敢反應 所以錢哪裏最安全 最安全當然是美國 就這樣來的 現在好像美國想再玩這些招數 美國要搞死你歐洲 有多難啊 這個我先告訴你 另外 如果你留意歐洲另一個形勢 就發生在明年的4月 明年4月 法國將會有總統的選舉 其實我們舊的中美爭霸幾個月前 是有介紹過一個候選人 叫澤穆爾 澤穆爾 其實是高叫一個驅逐移民的 要歐洲保持基督教化 這個是挺有趣的 他說要移民 生了小孩子 全部要改回基督教的名字 你不要改一些伊斯蘭名字 什麼奧馬爾 那些 你不要叫什麼穆可密德 現在呢 那個澤穆爾呢 如果他贏到的話 就搞一些激烈的反移民的政策 或者甚至驅逐已經成功移民的穆斯林 驅逐他走 因為你們不肯融入社會 搞國中之國 長遠就等於五胡亂華 中國經歷過的 因為那些什麼藍兇奴 或者那些胡人 還進了長城以南去住 在漢朝的東漢 直發展到西進的時候 那慢慢呢 當中央王權的勢力弱的時候 這些外族又沒有融合過社會 就爆發內亂了 然後整個國家就瓦解四分五裂 那其實呢 法國也看到過形勢的 哇 你這麼多的移民走進來 還要是信伊斯蘭教的 不融入社會 那但是下年法國的社會 會怎樣呢 而澤穆爾呢 這個候選人呢 他主要要求的政綱 甚至是要求退出不弱的 那這件事呢 挺特別的 那我在呢 Facebook上寫了一個帖 那我就讀一讀就算了 我未必準備那麼多 但是這個帖呢 就提一提吧 他說法國呢 有一個殖民地呢 就叫做 新克里多尼亞 位於澳洲的附近 那呢 我可以指給你看的 這一塊呢 就叫 新克里多尼亞 就在這裏了 在澳洲的對面而已 對了 Sigley啊 或者是這個 什麼本啊 是 隨便吧 那就是對面而已 其實這裏呢 他專屬的海域都挺大的 所以法國呢 一直都覺得很注重這塊殖民地 那現在呢 那現在呢 就 法國 美國和澳洲呢 一直都想吃掉 吃的方法就叫呢 新克里多尼亞 獨立了 那就等於 給他們說英語的那些人 就吃了你法國 說法文的人的人的地方 對吧 你獨立了 旁邊全部都是說英文的 慢慢就滲透到你 變成啊 英國人和澳洲人的地方 所以一直都是 美國呢 在法國的這些殖民地裡面 是扶植一些 搞一些顏色革命啊 扶立一些的 嗯 是不是叫做新獨派呢 不要管啊 那所以呢 其實法國呢 一直就是 他說 喂 現在去的地方比較遠一點 那現在那個世界 八十年代開始 就說什麼民主啊 人權啊 就是這樣啦 所以百由百幾年開始呢 法國就說 嘍 我會承諾你 新克里多尼亞呢 有三次獨立公投的機會的 那呢 其實剛剛呢 在12月12號呢 就已經呢 就完成了的了 那個公投 那所以呢 其實呢 法國呢 就保住了呢 南太平洋的利益啦 那呢 其實呢 現在法國呢 在12月12號之前呢 其實就經歷了幾件事的 首先呢 九月的時候呢 有成六百億歐羅的大單呢 就被美國叫走了啦 就是跟澳洲做的潛艇的協議啦 那樣 另一邊呢 其實呢 最近呢 我聽到呢 就是12月12號之前呢 還有一些的直升機單呢 就跟澳洲簽了的 現在呢 澳洲呢 又撕毀了這些協議 就把那些單子呢 轉了去美國那邊 即是呢 在12月12號之前呢 美國啊 或者澳洲啊 那些英文那些人呢 不斷地欺負法國的 那現在呢 法國呢 就搞定了呢 新克里多利亞了 會不會 有個反擊呢 那大家都說啦 其實 喂 法國 哪裏敢 反你美國啦 這樣 但是我覺得呢 法國一保住這個利益來講呢 因為為了下年的選舉 如果啊 總統馬克龍不說要脫離不約的話 這樣呢 其他的候選人 譬如說好像習木耳呢 就會叫做要脫離不約的了 如果你發覺一脫離不約 當然就整個世界體系不同啦 所以呢 在明年三四月 都是多事之秋的了 二月是東京奧運完結 可能南北韓有一些搞作啦 第二套片才講 然後呢 你三月就南韓選舉 選總統 四月就法國選總統 這些月份呢 都可能會帶來一些動盪 如果我是美國 一定是會看著的形勢 可能在歐洲呢 搞一些金融風暴 就趁你啊 選舉時搞亂你咯 或者是 喂 如果你一個新的總統一上台 將會脫離不約的 那你脫離之前 我搞到你法國雞犬不靈先啦 類似類似 等於啊 法國啊 馬克龍啊 在2018年之前 說要搞歐洲軍 那麼 立刻 2018年的年尾 就開始出現王貝森咯 是不是 所以呢 我們都是看看 將來歐洲的局勢 我不是很看好的 你說 喂 都按不住你 立陶宛這些 被屎大的國家都按不住 那麼將來會發生什麼呢 我們聲明以待啦 好